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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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美国人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美国一样建立了唐国 那么这样一分析 中国就不存在了 我们分析基层共同体 就要撇开所有近代史研究者说的那些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 关于文革 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蠢化 这些东西对于基层来说屁也不值 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像三国时期的军阀 今天宣布我拥护汉士 谁谁谁是汉贼 而被他说成是汉贼的那个人 也宣布他是拥护汉士的 你才是汉贼 这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 我们拿具体的东西来讲 所谓的中国 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最多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 嘉靖年间是最早 这个你从家谱里就可以看出来 靠得住的家谱顶多到嘉靖年间 如果有人说 他的家谱在嘉靖年间以前 那肯定是发明出来的 而且时间越早 那就是发明的越晚 这个层类造成的结果就是 谁自称他的家谱 来自于宋朝或者五代时期 例如闽南人所谓的那种开张圣王 那有可能是在明末清初发明出来的 如果有人面不改色地说 他的家谱来自周朝或汉朝 那肯定是清朝中叶以后发明出来的 大多数社会关系 认同和一切社会资源的起源 产生于海通以后 道光年间以后 所谓的上等人 东亚挖地相对意义上的上等人 就是产生于帝国主义殖民时代 这里面说的东亚是狭义的 不包括内亚 长城以外的地方 统统不包括 无产阶级的历史 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 在那以前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想象中的祖先 是历史教科书和文宣材料 给他们发明出来的幻觉 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祖先 或者纯粹是捏造的 凡是有具体祖先 而且还能自称上等人的 他们全都来自于 曾国藩时代的帝国主义 走狗洋奴 共产党要打倒的 也就是这批人 而共产党人的祖先呢 是在这个走狗洋奴产生时期 产生出来的一批游士 散杀 loser 失败者 我们不谈玄虚的东西 而拿一个具体的标本 在毛泽东的井冈山 有一位人物 他本身并不重要 如果不是跟毛泽东有关 地球上没有人会知道他 他叫王佐 他是毛泽东出上井冈山的时候 收编的当地一个土匪头目 国民党的以及反共的所有人都面不改色的说他是一个土匪 当然这是为了黑毛泽东 顺便黑黑共产党 但是真实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我们再把镜头倒退一下 倒退到史前十万年前 沿着印度海岸东近的东南亚各群落 已经遍布了杨紫江以南 正在向杨紫江以北 山东半岛和河南沼泽地带前进 今天 干月所在的地方 全都是东南亚人种的天下 后来 在自称诸夏的内亚殖民者南下的过程中间 他们建立起来的邦国或者部落联盟被称为干月 干者 干也 干这个词就是这么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阴人在干江流域建立盘龙城开始 盘龙城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是内亚殖民者第一次渗入杨紫江以南 在干月核心地带建立的殖民点 接着阴人走了 周人 楚人 汉人 一波一波地来 但是他们控制的范围都不超过从鄱阳湖平原到干江中游 直接了当地说 就是1912年日本贷款兴建的 由李列军主办的南巡铁路沿线 中古时代 鲜卑帝帝帝国时代 南北朝时代来的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 他们的路线始终是这一条 广州沿着干江供到北上 沿着阳子江东下到南京 或者是相反 从海盗走 当时的阳子江口比现在要短得多 所以扬州以及跟他正对面的京口 是像浙江朝一样的广陵朝来的地方 是一个海港 从扬州登陆 循着相反的路线 从江州 也就是 巡阳 今天的九江 到宏都 及南昌 是波斯人建立的城市 因此 现代江西或者干越的人种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平原区和低地 干江古地到鄱阳湖平原 人种是混杂的 包括历史上 从殷商一直到满清的各种不同的内亚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后裔 他等于是干越的一个大台北地区 在这个谷地之外 离这个谷地越远 山地就越多 直到干南 干 越交界的地方 那就是万山丛中 这些人的血统 基本上是纯粹的东南亚人 他们人种的长相跟东南亚人是差不多的 而河谷地带的人种就是混合的 但是这个混合程度跟所谓的北方 也就是河南和山东是不一样的 河南和山东 你看他们的人种 以及他们的手臂长度之类的 从体制人类学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血统当中以通古斯人为主 也就是说内亚和东北亚的血统是占大多数的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长期不断 周期性是出现无人区的地方 无人区跟殖民主义是不同的 它不是比殖民主义更高 而是比殖民主义要差得多 殖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少数殖民者来了 但是大多数本地人还存在下去了 没有发生人口替代 只是掺了一部分进去 而河南和山东 中国本部 黄河中下游 是一次又一次灭绝的很彻底 内亚人种和东北亚人种 基本上全员替代了 而即使是台北 外来人口其实也是少数 只是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占据了主流 本地人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 南昌和九江南巡铁路沿线的地方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混合的 而在此之外的特别是南方的山地 他们是纯种的东南亚人 干月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结构体 政治上的统治者和文化上的统治者始终居于少数 多数的原住民 因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处在被歧视和被压迫的地位上 所以在童话和反抗之间 选择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这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来 官话 普通话 国语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定顶南京以后 才利用他办的公立学校 以南昌为中心进行推广的 南昌是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 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了南昌行影 新生活运动就是一个创造中华民族的运动 形成了一个满大人语区 然后 在满大人语区周围和比较低级的线份上 平原和山地交界区形成了一个干语区 我们如果要追究干语的来源的话 会发现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的细语 换句话说 干语的起源是一种用方块字拼写的东南亚语言 细语当时是发音跟洛生勇不同的 洛生勇是洛阳口音 他在建康和江州 当时还没有南昌城 因为波斯商人还没有建立宏都 当时江西的首府是在巡洋流行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现象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非的殖民据点在哪里 肯定是在海岸上英法商船停泊的地方 同样汉国殖民者何进宋 其梁的殖民据点在哪里 在长江的口岸 再往深走 他们就深入不了了 但是已经有像陶渊明这样的土著官员 像是黑皮肤的法国非洲军团一样 进入了健康朝廷 而且北来的士大夫阶级人数既少 战斗力又不咋地 在更加凶悍 从内亚一波一波冲进来的新的征服者面前 他们不可避免的 至少警察这样的治安方面的工作 是非要依靠土著不可的 陶渊明的祖先陶侃 就是在京乡大叛乱 赌韬之乱的过程当中 被发掘出来的东晋朝廷的乡军 他本来就是戏狗 戏是少数民族 不是人数上的少数民族 而是政治上的弱势民族 说不定他们的人数还是占优式的 但是被健康朝廷的大臣 像温乔这些人骂成狗 陶侃被骂成狗的那个时代 还是他已经领兵作战 为朝廷立下了血汗功劳的时代 而那些坐在健康 靠他保护的朝廷大官 照样把他骂成贱民和夏等人 当然 到了他的曾孙这一代 陶渊明这一代 就是一副士大夫的景象了 那时陶渊明已经不会打了 这个跟杨家将的发展顺序是一样的 当然 干人在当时的口音 肯定是跟讲洛生勇的谢安 这批从洛阳逃过来的流亡者不一样 洛生勇是健康朝廷的正统口音 不会讲洛生勇的人正如陈寅客先生所说的那样 都算贱民 虽然干人的精英分子在朝廷混了多年 用汉字写文章也没什么问题 在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中一个个很像是士大夫的样子 但是口音泄露了他们 北人侨性豪族不断嘲笑他们的口音 可见最初的干语是一种用汉字拼写出来的东南亚语言 其实最初的粤语也是一样的 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粤人歌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汉语的版本 是一首爱情诗 而粤人的版本 烂西遍草烂语 昌护则语 昌舟舟 周焉乎 秦虚虚慢语乎 招缠琴于 肾提随和乎 就完全看不懂 是一连串表音符号的组合 用汉字来理解是零含义的 这就好像是八十年代的初中生学英语的时候 他用汉字给英语注音 老师 teacher 是T车 自行车的那个车 他们的生活中只有自行车 他们不会学英语 就用汉语的方式来辅助 南海 boy 是抱爷 抱住你的爷爷就是南海 汉字记载的粤人歌 就是这个样子的 南北朝时代的干语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干语的残余 在正统的历史和五经当中 很少保存下来 但是在佛经中保存的很多 因为宗教是比政治更深入民间的东西 因为佛道两教都继承了败火教的一部分遗产 同时在干阅又是深入民间的 所以他们留下来的那些经咒 当中保留了很多很明显具有东南亚人 粤人风格的干语词汇 宋以后 朱熙和士大夫阶级 出于跟佛教竞争基层共同体的目的 做了以前汉唐儒家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 汉唐儒家像罗马帝国的官员一样 对于他属下的行省居民 是赤裸裸地当殖民地来对待的 这一点 现在的汉语读者根本没法理解 他们理解的大部分都是错的 他们硬是按照朝代政治 把汉唐理解的跟宋明一样 其实两者是非常不同的东西 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全都不一样 汉唐朝代的殖民官员 对底下的普通民众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例如汉末曹操时代的那些士大夫 动不动在底层民众信了外来宗教 这些外来宗教也是有内亚色彩的天师道之类的 的时候杀起人来是像对敌人一样的 像春秋战国时代或者蒙古人那样对待敌人 几十万人头筑成精冠 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以后就不出现了 宋代以后的儒家官员 一般来说是要强调他跟本地老百姓是一家 虽然这一点掺水的程度很大 但是他们不敢做这种肆无忌惮的事情 汉唐的士大夫 地方统治者 太守之类的 是公然像罗马太守一样 把行省居民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这个差别就是在于 在南宋时代 北宋开始提倡 南宋才开始真正开始普及起来的儒家的士大夫 感到了佛教控制整个基层的危险性 所以 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吸收儒家本来没有的玄学思想 创造新儒学 一方面在基层共同体上 按照男性家长制的风格 重整基层共同体 试图跟佛教竞争 并实行实质执民 而汉唐的殖民是象征性殖民 这个区别 我用下面的比喻就可以说明白 英国殖民者通常是只控制沿海 和几个部落酋长代理人 内地的酋长跟女王的关系 是纯属象征性的 但是英国人走了以后 宣布独立的奈及利亚 或者各殖民地政府 名义上是独立政府 实际上是由从英国人那里 学了一些洋货的沿海部落的酋长子弟 和精英阶级组成的 他们把从英国人或法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 用来对内地那些 其实在英法时代 还只是象征性管理的部落 进行实质统治 从内地的部落来看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殖民者 英国人和法国人倒像是保护人 南印度跟印度国大党的关系也是这样 所以南印度人坚持用英语 死也不用印度文 南苏丹跟统治北苏丹的阿拉伯人 也是这种关系 朱熹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二次殖民 针对的人口 恐怕大多数都是在汉唐时代 顶多有点象征性统治的 其实还维持了原有阅人生活方式 和多神交信仰的山地部落 实行认真的儒化 这个就要涉及习惯法的冲突了 儒家对佛教不满意 佛教本来就是内亚来的 尽管它跟拜火教相比是退化版 但是也吸收和存留了很多原先在儒家看来是怪力乱神的东西 秦始皇第一个看不顺眼 后来汉儒更看不顺眼的那些习惯法 这些习惯法已经在儒化的过程中被消灭的七七八八了 但是有一些痕迹还是在儒生骂他们的话中留下来了 他们好像跟大多数部落一样 女权的程度比较高 女子在出嫁以后 在原先的部落还有继承权 往往还会干涉原先的部落的财产事务 甚至政治事务 这一点就让人非常不能容忍了 儒家小共同体的原则是要讲男性家长制 其普及的过程跟禅族联系在一起 禅族在汉唐的士大夫看来 根本就是岂有词里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就算有人这么做 也是极少数伊朗舞女 为了在职业上做红歌星而搞出来的东西 普通妇女根本没有必要搞 而且搞起来还有点伤风败俗的嫌疑 而这却被诸熙和后来的宋儒 当作是儒家正统拿来推行了 这其中肯定包含着弱化土著妇女 从而消灭土著文化的用意在里面 反佛教和反音词是宋明士大夫 在干月实行的主要政策 干禅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汉化和扭曲了 但是他仍然跟光化 无论是明的南京光化 还是清的满大人语 有很大的不同 按人口来说的话 他们应该是晚清时期 干月人口最多的族群 他们几乎纯粹是东南亚人 但是文化上已经被殖民了一半过去了 尤其是儒家通过他们的家族 把部落扭曲成为家族 把原先在男女两性之间 分配的比较平均的权力 集中到男性家长手里面 改变了他的部落结构 然后是更深的山地 就有两种人 按照台湾的说法 就是熟番和生番 熟番是已经懂一点汉语 但是还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 你也不能真正管得住他 但是还是可以从他身上 捞到不少钱 生番就是完全管不住的人了 后来明清之变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费拉们一如既往不能打仗 鄱阳湖平原区和赣江河谷区的人 不战而降了 但是赣南和赣州山地的人 自己原有的传统还比较强 他们以反清复明的名义打了几仗 这个反清复明 跟苏格兰高地人 拥护斯图亚特王朝一样 并不认真 主要就是他们看出明清一代的机会 可以使他们把士大夫官僚赶出去 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权力的永利皇帝 他们拥护不拥护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 苏格兰高地何尝拥护过法国人 让法国人和斯图亚特王朝 真真正正统治过 只不过奥兰治王朝来的时候 他们打出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号 显得政治更正确一点而已 他们再度被征服以后 满洲皇帝发现在这个殖民地地区 比较好统治的是那些虽然口头上怀念民国 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战斗力 只能依靠满人来保护的士大夫 这个逻辑 其实跟共产党发现他们的速敌国民党比较好对付 而民进党不那么好对付的道理是一样的 从理论上讲 民进党跟共产党是没仇的 跟国民党是有仇的 但是失去权力的国民党 如果不靠共产党是玩不赚的 而民进党好像可以不靠共产党而玩得赚 所以这两个理论上的仇敌 反而比较容易合得来 清朝中叶以后就开始实行所谓的满汉联合 迫害本土土著的政策 清朝皇帝容许民国士大夫 在实际行动对清朝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 感情上和著作上象征性的哭一哭明朝皇帝 表示出他们很怀念崇祯皇帝的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 出于统战目的 康熙皇帝也可以送一块扁给朱元璋 治龙唐宋 对于死人说点好话算得了什么 这个道理跟共产党纪念抗日战争是一样的 跟共产党容忍国粉的道理是一样的 容忍国粉就可以去打击台湾人 而同时管好奋计 让你不要把怀念国民党的感情 用过来反对我们共产党 因此清朝中叶以后 在干月的统治就变成这种模式了 自称名人或者汉人的费拉士大夫 在武力上依靠满猛殖民者 然后满猛殖民者 利用他们在文化上的力量 和组建社会共同体的力量 去打击生番和赎番 对他们进行进一步如画 而不是满化 满化是不必要的 你只要把满足如画了 那么他们肯定会乖乖跪在满人面前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不投降满人投降谁呢 但是他们如果不如画 还继续满足下去 那么满人 名人和任何人都要觉得 他们无比令人头疼 所以如画很好 这个逻辑跟共产党 讲中华文化一样 你不能按照历史真相学家的逻辑指出 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来的殖民者 共产党自古以来就在破坏中华文化 满洲人是名人的征服者 这些你考证出来P意思也没有 政治需要是按照上述方式相互展开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 居于弱势的土著就要寻找各种方法 来使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获得正当性 客家族的神话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尽管客家族坚持他们是汉唐的后裔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在清朝中叶开始的 从客家族的习古葬诸如此类的习俗来看 很明显是东南亚的高山区居民 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最高 所以被征服或者面临被征服的危险是最晚的 接受降虏的习俗和征服者的统治是最晚的 因此他们一直被歧视 洪秀全起兵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在干南 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的所谓土客矛盾 客家通常是被压迫者 所以他们特别容易造反 被压迫者的事实就表明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汉唐士大夫的后裔 你能想象马英九的儿子是一个被压迫者吗 他有可能住在山上做店户 去租山下地主的土地吗 为什么住在山上的高地人会自称是汉唐后裔呢 是因为他们的环境 台湾没有出现这种事情 是因为台湾一开始就跟西方传教士和日本人接触 他有更好的神话可以利用 而干越高地人的问题是 他们四面八方都被满人和汉人包围了 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神话 不是满就是汉 而他们是没办法自称为满人的 因为涉及良想问题 所以谁是巴奇 谁不是巴奇是很清楚的 而费拉汉是编户齐民而已 要贸认是很容易的 如果贸认到只是跟压迫者一样 那不能算数 我们要比压迫者更高贵 你说你们是民国士大夫的后裔 朱元璋能有唐太宗和汉武帝高贵吗 我们是唐太宗和汉武帝的后裔 我们自己发明一个客家人 我们要注意客家人不是一宗 月 贵 乡 干戈省的客家人之间的关系 像是印度尼西亚各部族的关系 或者像是台湾所谓的高山族 客家族的概念跟高山族是一样的 你要问凯达格兰人或者希腊亚人是不是高山族 他说高山族这个词是你们外来人给我们发明出来的 其实我们是希腊亚人 我们跟其他的比如说 嘎玛兰人其实不是一族 你们非要说我们是高山族 那是你们说出来的 是你们为了政治方面编的 客家人也是一样的 客家人具体的群落跟希腊亚人差不了多少 都是一个山谷一个山谷的小群落 他们都是东南亚人没错 但是他们不能说是同一个政治民族 客家这个概念 是在客家人作为被压迫者和弱势者 同时要跟满洲帝国和平原儒家士大夫做斗争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被敌人发明出来的 我们要讲的王左就是一个客家人 而且还是穷人 客家人当中的穷人是比较多的 他们尽管自称出身汉唐 但是儒家士大夫的学问是不通的 他们的精英阶级很少 而且也不怎么通儒家文化 这就是说你很难当上地主 经济意义上的地主相身 跟政治上的官僚和文化上的士大夫是三位一体的 你如果读书读得不好 做不了官 你当地主是不容易当得下去的 土地跟其他财产不一样 土地作为财产跟福财不一样 它的政治性格外的强 跟社会关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如果你不是士大夫 你就算有土地也很容易被人夺走 说白了就是这样 反过来 你即使是本来没有土地 你只要读书读得多 能够做官 土地自然会来的 所以 客家人的地主是特别少的 他们特别容易变成店户 王佐他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家自古以来贫穷 他只在私塾读了三年 然后他就去当裁缝了 他在各地当裁缝的过程中间 给有钱人家做衣服 所以结识了不少有钱人家 同时 他知道天下一乱 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事物 这时 土匪已经开始兴起 当地产生了一个大土匪 擅长雕阳 雕阳这个词 跟闪干的所谓肉票是一个意思 就是抓有钱人来绑票 勒索赎金 他看到雕阳的前途很好 而做裁缝并没有什么前途 再加上客家人作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满足 对于使用武力的心理禁忌比较少 于是他也就自己落草为寇 上山当了强盗 但是 当强盗有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 他的环境比较封闭 他就像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前的阿富汗酋长一样 本身至少跟平原的费拉士大夫相比起来的话 是比较能打的满足 但也只有一些土制兵器 闹不大的 但是 苏联人一来 美国人一来 本拉登一来 阿富汗一旦变成了焦点 外来的先进武器就会流入到那里 北发以后 外来的先进武器开始流入 但是接触到他这个阶级却比较晚 他作为一个实际的人 想法设法 想要多捞几杆洋枪 于是他就找上了当地的一位党军的在乡军官 他叫尹道一 这位在乡军官 是家里面比较有钱的 受过中等教育 后来北发时期 他就跑到广州去跟国民党混了一阵子 接受了国民党的军事教育 他在家里面还有一些田产 在王佐需要枪的那个时代 他就辞官回乡了 他在广州有关系 接受过新式教育和现代军事教育 他弄到枪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 王佐就向他买枪 不是直接买 而是向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谓的那种道义经济学 Moral Economy 你想在阿富汗搞市场经济 像在美国那样 枪店直接了当卖枪 一分钱一分货 那是扯淡的事情 枪是战略物资 你不要以为你有钱就能买到枪 你拿到枪来杀我怎么办 那是要有关系的 我认为你是信得过的人 我才肯卖给你 卖的过程中间 也不能说是 我交了钱就不欠你了 你在美国买枪 你交了钱以后 肯定是不欠他的 如果在阿富汗或者干南 有人卖给你枪 你买到了枪 那你是欠了人家人情的 台湾买了美国武器 是欠美国人情的 不信的话 没有美国 你到别的地方去买 你试试看 但是 美国人在美国枪店里买枪 他根本不欠枪店老板的人情 没有你这个老板 你以为我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吗 一样的市场行为而已 那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王佐买枪的钱是从哪来的 肯定至少有一部分 是他当强盗绑票得到的 我们这位党军军官尹道一 小的时候读圣贤书 长大以后受到西方新式教育 在职业生涯当中学的是三民主义 那么我们要问他 他在小学的时候 学的孔孟之道 有没有允许他从肉票身上拿钱呢 在中学的时候 接受的西方教育允不允许 他跟强盗分赃 做官的时候 接受了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教导过 他应该从绑票当中拿钱吗 还是说 蒋介石总司令 是这么教导他的 但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在当地混乱的状态中间 大家都有点不干净 比如说美国人要到叙利亚去找一个民主的代理人 那么他是找不到的 民主军 自由军和各种联军的军官 多半都是引道一这种人 他多多少少有点不干净 但是你还是要找他 因为他比王佐要好一点 王佐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 一个人知道一点三民主义 同时还在保护打劫的强盗分红 这种人就比 A 不知道三民主义 B 知道三民主义 但反对三民主义 同时照样打劫的人要好得多 你只能在这几者之中选择 你想要找的那些纯洁的干部和军官 对不起 在当地是不存在的 然后双方的关系就如上所述地展开 同时 各种不同的宗族和部落矛盾开始展开 客家人是一个系列 他的宗族是纯部落型的 尹道一还有一个朋友姓肖 是熟范的出身 他的宗族是半如半蛮族性质的 总之在当地也是强宗 尹道一是比较汉化的 但是他也有一些土地和家族 两个人的家族在当地结成联盟 又跟其他的各家族各种合纵连横 搏异起来 大家都需要在外界找靠山 就像阿富汗军阀希望从本拉登 从伊斯兰国 从美国 从俄国那里搞一些靠山那样 蒋介石在南京稳定了政策以后 派他的一个叫牛文田的团长 出来整顿江西南部的秩序 这位团长调查了一番就表示说 从党国的利益出发 干难的情况太混乱了 简直是一个强到横行的地方 但是我也没有力量 我手头只有一个团 一个团的兵要整顿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的 我要利用当地的土豪派谁谁谁当保安团长 分遍承包 把当地的秩序搞起来 看来 本地人当中受过三民主义教育 又有军事经验的人不是很多 这个引道一看来是可用之才 我把他叫来教训一下 用蒋总司令的武器和孙文的教训 给他说了一站子 我可以把你的私家军队转正 在南京登记一下 把你登记为本地保安团的团长 但是条件是你要把本地的治安搞好 例如 你那个名叫王佐的好朋友 显然是当地的江阳大盗 你要是顺着他的意思去搞下去的话 我秉明讲总司令 带大军来缴你 如果你把他缴了 把当地的治安给平定下来 我秉明讲委员长 让你当治安团长 今后你就是国军自己的人了 合法服装 你本来是介于黑道和白道之间的人物 我念你当年在黄埔军混过一阵子 给你这个前途 你自己选 其实美国人和俄国人在阿富汗也是这样的 他用的那些军阀 必然也干过各种不符合自由民主价值观 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事情 但是你只要为我去打击了反美或者反俄的其他军阀 我是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 然后肯定又有纽约的左派文人写书说 TMD你扶植的是什么烂货啊 比吴婷燕还不如 其实这些人已经是美国人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人了 于是这位尹大哥 王佐曾经叫他尹大哥 就做出了电影 《投名状》中未来的彭总督 祝 在真实历史中是 马欣怡曾经做过的那个选择 这一点并不奇怪 他决定投靠国府 然后他就带兵去缴王佐 王佐当然是遗弃非同小可 但是他打不过 就只有进一步逃往更高的深山里面 但是对方也未能把他赶尽杀绝 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 而且 尹道一虽然做了保安团团长 本地其他的跟他作对的豪族并不真正服他 他还要忙着跟那些豪族做部落斗争 不可能全心全意来对付王佐支流的 就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朱德是在南下广州的过程中间 在汕头打了败仗垮下来的 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的时候 打了败仗垮下来的 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 一路逃上了井冈山 这时 王佐和尹道一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后来的历史把这些事情全都放在毛泽东头上了 像余英时这样的大学者说周恩来先机暴弃归张处 晚节藏钩赚大秦就是把周恩来当作一个士大夫 而把毛泽东当作江湖草莽出身的皇帝 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他的视野局限于东亚的结果 后来他们疯狂地黑毛泽东 说毛泽东招安了土匪 你压根土匪有什么区别 国君说你是共匪 哈哈哈哈 果然没有说错对不对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 毛泽东尽管是名义上的头领 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枪毙的人 共产党的结构是这样的 布尔什维克原来是没有兵的 用的是朱可夫这样的沙皇旧军官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的军事专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家庭 在沙皇时代受过军事教育的人 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敌人 但是我们不用不行 我们会打仗吗 我们不会 我们只有派布尔什维克政委监视他 随时枪毙他 当然这就要发动无产阶级了 布尔什维克政委自己又不会打仗 他枪毙得了这个军官吗 如果军官能够控制士兵 他枪毙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削减军官对士兵的权威 士兵通过士兵委员会 受政委直接领导 士兵负责监视军官 军官一有不稳的迹象 士兵就向政委告密 政委和无产阶级士兵形成联盟 随时枪毙资产阶级军官 但是只有资产阶级军官才有军事技术 无产阶级士兵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委 都没有军事技术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 照资产阶级军队来说 是极其荒谬的结构 这支军队内部相互残杀的愿望 比他们打敌人的愿望还要强得多 如果打了败仗的话 他们谁枪毙 谁是说不准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主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圣彼得堡 和莫斯科的核心交通网 以及主要的重工业基地的缘故 所以他还是打赢了 然后他把这个模式普及到东方来 毛泽东照斯大林同志的看法 就是一个游击英雄 TMD游击英雄 我老人家本人在内战时期 成百上千地枪毙 这些人个个都为党力下了大功 但是桀骜不驯 江湖草莽的习气太重 我们招安这些人是因为 你出身不是资产阶级 极度资产阶级军官 所以可以为我所用 但是 你不守纪律 我还是要面不改色地枪毙你 我枪毙了多少人 你压一个毛泽东 你压一个叶挺 你算老几 我枪毙不了你吗 毛泽东当时就处在这种状态 共产国际在他身边安置了另外一个出身比他正的人 留法勤工俭学 在欧洲就加入了共产国际 懂得几句法文和德文 而毛泽东他老人家一个字都不懂得真正匪谍何长公 毛泽东跟何长公的关系 就是江湖草莽游击队长和政委斯大林同志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包括中国共产党 真正信任的是何长公而不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名义上的领袖 他一辈子都想用良善好汉的方式来招募像许世友那种人 这确实是他想做的 但是他直到死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实权并不在他手里面 资源并不在他手里面 首先是至关紧要的电台之类的交流线路不在他手里面 其次是真正能控制军队的苏联拿手好戏 情报部门不在他手里面 他要靠自己的话能搞到一些缩标 还能从地主老财家里面打出一些银元宝来 但是真正的火器是斯大林同志筹办的 没有何长公同志 毛泽东是弄不到手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一开始就是这两种成分之间相吃不下的结果 毛泽东到死还在跟周恩来他们做斗争 他们到了井冈山的时候 双方都起了作用 在寻找谁是无产阶级和依靠力量的时候 在匪谍系看来 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阀哪有一个进步分子 美国人也十分正确地认为 阿富汗军阀和部落酋长哪有一个是自由民主分子 但是上级领导说了 你给我找几个自由民主分子出来 或者是给我找几个进步分子出来 你不能说上级领导不对 我硬着头皮 在烂苹果里面挑好苹果 看谁最像 这时候 毛泽东同志慧眼石英雄 他在王左这个江湖好汉身上 看到了他自己 他就觉得 如果我是无产阶级 王左应该也是吧 王左最好了 何长公觉得 这家伙虽然不讲共产主义 但是跟讲三民主义的引道一相比的话 显然像一个更坏的流氓无产者 三民主义者 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 但是是进步主义者 这是没问题的 进步主义者 进一步提高觉悟 以后不就可以变成共产主义者了吗 而一个唯利仕途的强盗 你怎么能指望 强盗变成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呢 但是 在双方的竞争当中 毛泽东占了上风 引道一刚刚拿了国军的钱 正在得意洋洋 同时 他凭着这笔钱和这批枪 在当地政治生态中的地位 有所上升 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是失败者了 他的眼界也很有限 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就是广州 他不知道 共产党和国民党 都是莫斯科手里面的傀儡 他认为 共产党在蒋介石清党的时候 已经输掉了 我TMD凭什么要跟着输家走呢 于是 他拒绝了何长工同志的招揽 毛泽东就这么赢了 毛泽东一辈子的胜利 都是依靠敌人的失败 而不是自己的胜利 而敌人可怜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东亚挖地的水平实在是太低 任何一个外来殖民者的地板 都要超过东亚的天花板 所以按照他们的最低标准 在东亚都找不出人来 于是 你不得不去按照毛泽东自己的低标准 像朱德同志说的那样 找烂人这件事情 只有交给毛泽东同志了 于是 他们就招募了王佐 但是 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 和江湖好汉的阶级本能 必然要发生冲突 同时 布尔什维克政委 按照他们习惯的做法认为 王佐这个人信不过 要越过王佐 去找他手下的无产阶级士兵 何长工自己到了王佐的部队 去发动他的无产阶级士兵 而且还发动了共产党的匪谍特长 从王佐身边的人 包括他妈妈的三亲六妻 套出话来 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 江湖好汉有什么情报能力 有什么保密意识 很快他就发现 王佐的敌人就是尹道一 要把王佐控制住 首先要取信于他 就要杀掉尹道一 尹道一不过是保安团长 他能有多先进的武器 我们搞一点先进武器 在一次遭遇战中杀掉尹道一 提着尹道一的头颅去见王佐 王佐按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看 哎呀 背叛我的人被你杀了 你照江湖好汉的规矩来说 真是再造之恩 我服你了 我姓王的脑袋 卖给你们共产党了 于是就把部队交了出来 交了出来以后 向英同志 陈毅同志 和其他好布尔什维克 就开始对他 当然也包括对毛泽东同志 进行各种布尔什维克教育 要教育你们 你们客家人之所以倒霉 是因为你们是无产阶级 害你们的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客家人根据他们部落生活的 生活经验觉得 这套理论跟他们经历的现实 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 表示出并不是很幸福的样子 同时 他们既不懂俄文又不懂德文 而且说实话连中文也不怎么懂 所谓的中文 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家 发明出来的那种报刊白话文 他也是不大能看得懂的 他如果能够看得懂水浒传 也就差不多了 总之是既看不懂也不相信 让人觉得简直是不堪教育 毛泽东同志给向英同志 和其他教育家 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于是 在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会议上 向英同志就发言说是 毛泽东是一个富农分子 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他一看马克思主义的正典著作 就要打哈欠 一讲起水浒传和三国来 就要津津乐道 而且 他总是跟那些不正经的江湖人物打交道 而跟我们正经的党员开会的时候 哈欠连天或者总是说风凉话 我看这个人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富农分子 我们应该以枪毙为主改造为辅 王佐得到的评价是完全相同的 于是党就决定派彭德怀去枪毙他 这个做法对于党来说 党枪毙的类似人物不知道有多少了 小意思一个 于是彭德怀就执行任务包围了王佐的部队 把他枪毙了 这次枪毙立刻引起了可怕的反应 王佐还有一些七弟表舅之类的 同样是客家人的亲戚 还在他原有的部队里面 于是这些人立刻就通电拥护国民党 电告反斥 把井冈山交给了国军 然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 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 一路变成了反共议事 如果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话 这种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而他们之所以变成反共议事 跟王佐变成无产阶级英雄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 王佐变成无产阶级 完全是因为何长公替他宰了他的仇人 背叛了他的引道医 而王佐那些亲戚之所以变成了反共议事 完全是因为共产党杀了他们的亲戚王佐 这些事情也就是在西西里岛和黑山发生的事情 黑山的共产党人简直跟王佐太相似了 跟阿富汗的共产党人也差不了很多 他们加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们的家族被人迫害 而他们的敌人是塞尔维亚王国派来的当地军阀 或者土豪 因此他们因为恨塞尔维亚王国的缘故 就拥护了共产党 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仅此而已 这对毛泽东来说并不真正介意 毛泽东其实有机会的话是愿意当军阀的 只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物资 把他管得太死 他没有这个机会 他虽然得不到洋枪和组织 但他还是干了很多荒枪走板的事情 例如按照共产党内部的说法 他把他的党支部变成了毛氏宗词 布尔什维克最讲究的是五湖四海 你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 你是想来闹革命 还是想借革命的名义办 一直毛家相军 你到底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门徒 还是曾国藩的门徒 这都是很成问题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们敬爱的蒋介石一再救他 他就完蛋了 第一次救他 是因为蒋介石打过来了 共产党还来不及杀他 如果蒋介石不来打 再过三五年 他肯定会被共产党杀掉 蒋介石一打 共产党杀人和活埋人的工作就被扰乱了 后来蒋介石又任他作为共产党的领袖 各种方面把他抬举起来了 但是有些事情他还是能管的 例如打土豪 这件事情确实跟梁山好汉干的事情差不多 打土豪得到的因缘 他自己私吞了一部分 跟毛泽谈他们在长征临走之前 还在树洞里埋了一批 好像是准备有朝一日回家当乡军 继续搞乡毒运动的时候 可以从这些洞里挖出银元和财宝来 这些事情在老布尔施维克当中是有流传的 所以直到五十年代 公安部还专门派人来找这些银元 直到我小的时候 还流传着毛泽东留下来的 地主老财财宝的故事 就像是爱伦坡小说描写的 美国人寻找海盗黑胡子 在美国东海岸留下的财宝那样 去找毛泽东埋下的那些财宝 当然 这些事情是死无对证的 共产党也没有能够抓到他的铁证 如果抓到铁证的话 早就枪毙他了 但是江湖流传 众口相传 传播的如此之远 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他跟毛泽东的性格太一致了 多半就是他老人家干出来的 当然 你也可以想象 毛泽东对于随时有可能枪毙他的何长弓 是怎么看的 当时党命令彭德怀杀掉王佐的时候 是瞒着毛泽东的 当然也是估计到毛泽东这种 靠不住的富农分子很可能出于阶级本色通风报信 让王佐提前跑了 毛泽东后来听说王佐被杀 吐死胡悲 顿时非常悲愤 觉得不知道哪一天就杀到我头上来了 而对于理论上 是跟他同事 跟他一起打国民党 一直到共产党打跑了国民党以后 主持满洲重工业 后来又当地制副部长的何长弓 却是极其冷酷 何长弓在党史上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抱怨说 你们在北京开党代表会议 我是老革命呀 无数像李己身这样的反革命分子 都到北京去开会 跟毛主席握手了 而你们竟然没有让我当党代表 这封信不是他自己写的 而是他缩使一个同事 王英高写的 说这样一个老革命 连代表都当不上 是不是有点问题 毛泽东置之不理 后来文革时期 他落到红卫兵手里面 又愤怒地写了一封信 这一次他已经什么都丢光了 也不用耍花招了 他就自己署名 写信给毛说 我在井冈山时代 就受毛主席熏陶教育 几十年熏陶教育下来 难道熏陶出一个反党分子吗 毛泽东对他照样是不理不惨 当然我完全理解毛泽东 我敢说 我对毛泽东的理解 比余英时更多 比毛新宇和邵华更多 更比那些两头真老干部更多 我完全理解 毛泽东这个相当具有 女性色彩的人的内心深处 TMD 如果我办得到的话 我早把你们这些可恶的人 全部杀光了 而我居然没有能力杀掉你们 还得让你们最大的头头 万恶的周恩来自然死亡 而我能够做的事情 只能悄悄给他使坏 想方设法耽误他的治疗 让他去多吃中药 我居然不能把他明正典型 我好窝囊呀 对于你 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 至少三十六次想要枪毙我的老 布尔什维克 天地 我不能废掉共产党 自己建立毛家王朝 都是因为你们害的呀 我现在还搞不到你 而我已经老了 自己快要死了 也没有精力来搞死你了 我至少也要缩使红卫兵 好好折磨折磨你 亏你还有脸来找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派你去地质部 是什么意思吗 你当初在满洲搞中工业 是因为你们老布尔什维克 跟陈云一样 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一手 而我老人家是江湖好汉 我TMD完全不会 我至少是想当皇帝的人 在这个时候 我非靠你们不可 但是现在斯大林已经死了 我已经跟赫鲁晓夫决裂了 也就是让你们靠边站 你们还不知趣 我派你去地质部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剥夺你的军权和实权 让你跟资产阶级专家打交道 地质部是什么地方 是牛鬼蛇神的地方 是资产阶级专家部 我把你送到那里去 跟文革时期 把你交给红卫兵是一个意思 交给群众就是整你的意思 整人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把你交给你的敌人 让你的敌人来折磨你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 老布尔什维克才是资产阶级 也就是国民党系专家 和北洋系专家的阶级敌人 而我只是一个投机分子 我借助你们斗争的过程 给自己混了一个准皇帝当当 但是我也没有能力 把你们任何一方斩尽杀绝 我要整老布尔什维克 只有把他交给资产阶级专家 反过来我要整资产阶级专家的时候 就把他们交给布尔什维克 我把你送到地制部去 就是让你受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折磨的 他们跟你可是有阶级仇恨的 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是被你们当反革命杀掉的 他们自己在国民党当权的时候 也是狠狠地杀过你们留在家里面的老婆孩子 和其他三七六七的 你们是有血仇的 你们这一对仇人 在地制部好好折腾去吧 15000字到此为止 剩余内容以及完整视频 请加入刘仲敬文稿站 logitscript.com 会员进行观看